今天我们用桃子和牛奶来做一个夏日饮品 冰冰凉凉的喝起来超过瘾 准备两个大桃子 然后稍微多放一点食盐 先像这样干的给它搓一下 这样可以搓掉表面的绒毛 然后再加入清水 再多搓一下 清洗干净 多冲洗几遍 然后将皮给修掉 皮不要丢掉 去皮之后 给它切成稍微厚一点的块 然后再切成条 最后切成小碎丁 切好的桃子丁 放进锅里面 加入两勺的白糖 大概30克 开中火翻炒 不一会儿锅里会炒出水分 然后再接着炒 将锅里的水分炒干 像这种状态 然后盛出 放凉备用 锅不用洗 加入清水400克 然后将桃子皮倒进去 加入一勺的白糖 大概15克 大火烧开 然后将桃子皮给去掉 然后再加入20克的白凉粉 搅拌一下 关火 将桃子丁放进杯子的底部 然后再将桃子水加进来 放冰箱冷藏 大概一个小时 冷藏好之后 已经变得粘固 像果冻一样 这个时候吃也是非常的美味 不喜欢喝的小伙伴 这一步就结束了 我们今天做饮品 然后往里面加入牛奶 用勺子 像这样搅拌一下 一道非常简单 又美味的夏日饮品 就做好啦 有吃的 有喝的 冰冰凉凉 真的是超级的爽 有桃子 特有的香味 然后牛奶喝起来也是甜甜的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感兴趣的朋友 也赶紧的试一下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请点个赞 关注一下 我是阿鱼 拜拜